这个白色的拖链断在里面了 断在里面之后我们现在没办法 开这个机器的时候 你看 机器是空桩没有反应的 拖链断在里面是怎么来把它取出来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把这个电源关闭 关闭电源之后 找一把 4到5毫米的扳手 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螺丝 这里有个螺丝 这里有个螺丝 然后拆的时候是拆的位置不要拆反了 是在这个 这个抬身杆的位置 第一步找一把 螺丝刀 找一把扳手 把这一个螺丝 这一个螺丝松开 松开之后你看一下 松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松的时候 螺母不要松掉 松开就行了 感受一下螺母不要取掉了 把它松开就行了 这三个螺丝松开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 把它松开 松开之后 我们拿手 把这个铁皮 掰开一点 你看一下 在这边 把这个铁皮 掰开一点 掰开一点 把这个铁皮 轻轻的取出来 不要折 取到这个位置 你看 我们从这个位置 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 这个铁链在里面打结 你看出不去 接 不要接太高了 接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接能看得到就行了 找一把伊兹罗斯刀 现在我们是这个铁链在里面 找不到头 它是 出不去 找不到头 它出不去啊 现在找不到头 它出不去 我们需要找一把 那个叫什么 你先把这个头找到 你看一下 这个头在这里 这个头在这边啊 看到没有 找一个那个细一点的打包袋 或者绳子 找一个细一点的打包袋 或者绳子啊 把它从中间撕开 撕小一点 我想让这个头链啊 让它垂直状态上去啊 就从这个位置啊 只是演示啊 从这个位置 穿一下 穿一下 把它拉紧 绷直 这个里面就是这样的 你看 你这一个头链 就是 现在就是这样的 把它从这里拉一下 把它扯住 绷直往上推 绷直往上推啊 推的时候 一定要手把它牵引住 拉紧 往上推 就是 拉紧往上推 等它上去之后 把这个绳子去扯掉 你看 感觉它是挂上电机了 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对 你看 这个拖链如果取得出来了 推出来之后 它是这样从这里出来的 我们就一直把它推出去 拿手啊 手动推 不要开电 开电啊 拿手把它推出去 这个拖链就算是取出来了 然后 再把这边复原 现在 现在你这个头已经找到了 从那里推出去的 又扬的时候 你看一下 也是一样的 弄 这个弄的时候 你看 手轻微的配合一下 把这里都放到这个槽里面 螺丝带一点劲 现在开始带这个螺丝 带点劲 这边也是一样 我带回去 这下面杯的我拿手推一下 锁到位置就可以了 锁下面这个螺丝的主要排成眼前 拿一下 螺丝锁进去 这个锁的时候不要把它跌住了 它就这样轻松了就可以 然后如果锁头拿水往下推 它会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这个铺链就算取出来了 装铺链的时候你看一下 装铺链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个事情 这个转的在上面 红的在上面 上面 转白的在上面 红的在上面 你看一下是什么方法 这个转的在上面 它就在上面 它就在上面 你把它推进去一会儿 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边有一个缺口 拿手紧一下 下层过来是一个缺口 上层过来是一个缺口 把它拌进去就可以了 拌进去 这边 放入冰箱